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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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夏天,温度高,一般浸泡四个小时 冬天天冷,温度低,浸泡时间则需要十个小时左右 当陈同站和父亲将绿豆放在清水中浸泡的时候 刚过门的媳妇已经在为他们准备了晚饭 炒上一盘自家做的绿豆饼 父亲和母亲再配上一些小酒 一家人围坐着餐桌 吃得有滋有味 当小镇变得宁静下来 人们又陆续进入睡眠的时候 此时陈同站需要做的事 将浸泡库后的绿豆进行下一道工序处理 那就是粗豆鞋 他将豆瓣捞到竹篮里 抓起一棒 弹开和其双掌交错来回的粗肉 绿豆瓣便推去了水润的绿泥 白旁的绿豆人翻着浅绿 和绿豆瓣密扎扎地挤在篮子里 每一个娴熟的动作 无不透露着陈同站传统的机车 不管前夜再一样的劳累 次日的清晨 陈同站都没有丝毫的怠慢 因为父亲要赶在集市上来之前 把雷毒笔送给集市上的母亲售卖 而在这之前 他必须要完成另外几道工序 沙漠 木斗骨和地剑 取了皮的绿豆 在木匠过程中 会产生大量泡沫 无利于制作绿豆瓣 为了修处这些泡沫 所以在木匠之前 需要撒些熟豆瓣 搅拌搓揉 低制豆瓣时 豆瓣的质量才能均匀 色泽 才会显得光丽 口感 才会花嫩 石墨木匠 在绿豆瓣的制作中 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去使用 为了节省时间和操作便捷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 是以机械木匠剑 但是在城堂站看来 传统的手工艺 就可使用最传统的器具来制作 这样才能保留最异道的味道 底肩 讲究的是火候和落地的手法 一定要坏 狠 准 保证每一个力度 引出来都是圆的 潜行状不大差异 小火煎纸 反复反毒 至豆瓣两年煎煌为止 绿豆瓣在城堂站的手中 通过专门的低谷 滴滴滴地落在奥子上 当你靠近灶态 阵阵纯正的豆香味 扑鼻而来 刚出过温乎金灿灿的绿豆瓣 会被父亲一趟一趟地送往吉市 然后出现在各家各户的餐桌上 宫人们品尝着 香香的传统美味 绿豆瓣现在对很多似宫人来说 它不仅仅是一道餐桌上的美味 更是一种对家的怨恋 对传统生活的 香味 香味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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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